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本人在2012年1月26日的遗嘱声名作废 二 我顾常见名下的不动产 股票 现金 公司股份等所有财产 均由我女儿顾美美继承 我的太太纳阳 净身出户 但考虑生活问题可给予孟京元董事一职 三 希望大家尊重本人的遗愿 和平处理 遗产继承事 净身出户 真的这么绝情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骗我 因为你这个贱人不安分守己 你心怀不轨 你叫到我们家来你就从来没爱过我爸 你爱的都是我们家的钱 现在好了吧 一分都捞不着了 怎么样 我演得还不错吧 你真以为我爸走了我就要跟你相依为命啊 笑了 我顾美美流的是顾常见的血 我从小就没有骂 我早就尝过亲人离别的滋味了 你也太逼顾我了 你也太逼顾我了 我真替你感到惋惜 大好的青春就这样功亏于愧了 别碰我 别碰我 滚 马上滚 马上滚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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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皮特给这个地址对吗 你到这儿来的 市长市长 我 我刚才太急我没听明白 他怎么知道是那样给了我们发的照片 是郭文玥跟他说的 你哪能住这个地方真的挺破的 几号房啊 二零六八 二零六八 这 这 那样 你们怎么来了 这个地方太难找了 嗯 你找我干嘛 我们想谢谢 我们是想来谢谢你 那样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们也不会知道包红跟张华的关系 包红也抓不到 所以 我们想谢谢你啊 对 那不都过去的事了吗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 你一定要往好了想 是 那咱们活着还得 还得想想以后怎么办 我觉得你 你得尽快振奋起来 想想以后 是吧 人嘛 早晚都得走 谁也逃不了 谢谢你们来看我 这 倒也挺远的 你们就先等我回去忙吧 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我没什么好忙的 你这样太不让人放心了 你看你脸色那么难看 你也不出去走一走 你别老 你别老一个人闷在屋里 那我能下次来看你啊 那样 我下次来看你啊 就这么走了 你听我说啊 那样是我前女友 按说我不该有这个想法 但是呢 人家帮她这么大忙 现在跑到这儿来了 我说说我挺不老人的 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要是同意 咱就把她领在咱们家 住一段时间 算是一个过渡 你要觉得 我同意 好 大洋 你们还有事 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 小葱的意思呢是 说你在这儿住着不合适 她想请你到我们家去住 对 正好我那个 也刚刚辞职 也没事干在家里面一个人 你也没事干 那到时候我们俩做个伴 我说你陪陪我 好意我心里的 我自己在这儿挺好的 不麻烦你们的 不 这事情咱不上了 葱你的收工 我去楼下接账 我看看你这个 不是 那样 水热吗 挺好的 小葱 你有什么需要你叫我 我就在拜本 好 来 请客 你这咋去卧室了呀 嗯 诶 请客 我把你指标都打给你 你等会儿我给你拿 我等会儿给你拿 行 知道了 你困了白天就睡着午觉 我知道了 刷碗的时候你戴上手套 我手都操着 我知道了 我就说啊 你不要光为了裴乃洋 你自己辛苦啊 都休息得好 再生了病 说实我真的知道了 好 好 你走吧 注意安全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快走吧 走了 快点 回去了 好 快快 快快 走 快快 快快 走 快快 真的 妈妈 你家太饿了 妈妈 你家太饿了 妈妈 你家太饿了 妈妈 我得走了 妈妈要吃饭了 妈妈要吃饭了 就我感谢项目做 感谢项目做 真的真的 四伯 一会儿送唐子上学去 还有周五抽空 到银行把房台给交了 都是债都是债 我走了 好嘞 我现在吃饭了 我现在还得看好几个会 等等等等 你快点 我去吃饭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学校要发项目奖 咱们可以给小丛妈还钱了 真的 真的 斯文 斯文 太快了 斯文 你真棒 你真棒 斯文 还钱了咱们 咱们能还钱了 咱们想要收到 咱们想要收到 咱们看 咱们噩咱们 咱们看 咱们自己想要收到 咱们那咱们 咱们还港团 咱们唤咱们 咱们这一次 咱们 для个途 咱们可以 啦啦啦啦 你谁呀 我是小葱和吴童的朋友 你好你好 阿姨 小葱呢 他买东西去了 阿姨您是 我是小葱他妈 我来给他送点吃的 那阿姨您坐会吧 我给您倒杯水 不用 我马上就走 您真不坐会儿了 不坐了 我走了 好 别送了 好好好 等会儿他们俩回来 我跟他们俩说 阿姨就见了 因为乔大芝 所以想选择私人定制 完全自己独有 所以我在想 唯一这个主题 会不会有用 咱俩讨论一下 我觉得这方案可以 对 挺好的 唯一 对 好 好 您走 没事 快点忙 我们都会做点事 好 没事 乔大现在挺着急的 设计图今天晚上能弄出来吗 有点难 不行我们加个班吧 那就辛苦你们了 没事 乌统 嗯 不是要从我们找到工作了吗 没有 我还在家呢 行 你忙吧 来 每个人做出一个唯一的方案 一会儿咱们再看 我到家了呀 怎么了 我看见你了 别打了 怎么了 你家里边有个女的说是你和梧桐的朋友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也没听你说过呀 长得还挺漂亮的 你听我说 这是梧桐以前的女朋友 这 不是 听我说 好多年前的事了 她是谁呢 她是顾长剑的老婆 顾长剑不刚刚过世吗 前两天我跟梧桐去看她 她这个心情也不太好 而且吧 这 这 她叫乃洋 乃洋帮了我们挺大的忙的 这照片就是她给提供的 要是没有她 张华 包红 我们都不知道她们是这个关系 包红也抓不住 所以 那天去看了觉得 梧桐说把她 要不然接回家住两天 也怕她万一出点什么事 我们俩心里都不落人 说我这是陪陪她 能不知刚买的东西回来 这一码归一码 你帮她呀 是归帮她 她帮你呢 也是应该的 你要是真想帮她 你让她上我那儿住去 我三间房啊 空两间 她打滚的住 都没事 你说 你要是不在家 她跟梧桐要是 你看 妈 你 想什么呢 怎么会呢 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那想什么呢 你可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这请神容易送神难 再说她跟梧桐 还有前边那么一段 这要万一出事 那可就麻烦了 不会的 你这是 想都是我在家 我陪着她 梧桐回来 我也在家 你说你放心吧 行行行 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出了事 你可别找我哭点 不是 你来干吗的呀 我给你把那吃的 搁桌上了 那你自己看着办啊 你要不要上这坐会儿去 我不去了 还好多ама 我们以后 我陗联 Mac 你 回来啦 买了一箱可乐一箱水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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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哎 买了一箱可乐一箱水啊 嗯 别玩了关了吧 嗯 好 过去关啊 关了听没听见 听听听听 嗯 宋老板 谁又惹您了 还能有谁啊 那一定是咱们宝贝闺女 你说这个贴心眼的玩意啊 怎么了又 真是 怎么了又 怎么惹您了 你说 啊 他把梧桐的前女友 给领回家里住来了 哦 真的 那 那 那小寡妇 嘿 这孩子嘿 你说 那家 那寡妇见过 又高 漂亮 挺白 那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怎不能把寡妇引到家里 行行行别说了 本来我这就烦着呢 还添油加醋 那赶快走吧 我看见你害眼睛了 我说这引狼入室啊 咱们小葱有石子 咱们跟着 走啊 我走 我走 我马上走啊 走 走了 哎呀 真是缺心眼啊 你回来了 回来了 我在做饭 好 怎么了 我要上厕所 慢点慢点 回来 回来了 你干嘛 哪样在厕所啊 那你不吃事了 哪样怎么了 那怎么了 那怎么了 你说她怎么了 怎么了 你干嘛 哎呀 怎么了 她那屋全红了 她屁头三发 穿个白衣服在那坐着 我今天给她布置的 你有病啊 你给她布置整天干嘛呀 我看她心情那么忧伤 我就想弄点红色让她高兴 然后让她看着不那么忧伤 红色不是暖的吗 谁告诉你那样 红色是暖色不佳 但是红色是一个特别激动的 特别狂躁的一个颜色 你想她刚出了哪个事 你想一想 她万一是今天晚上她要睡的 半夜睡毛了呢 起来拿刀把咱俩杀了呢 为什么救火车是红颜色呢 为什么兜牛的那块不是红颜色呢 它是有道理的 你们去试试看 你还说红色能不能让人心脆 能不能让人忘记忧伤 行行行行行 那样喜欢白颜色 喜欢素就不愿意了吗 那我再给她弄一素的 她本身就心情不好 我再给她弄一素的 没关系 因为她需要的是安静 没关系 我安静就不那么急了 好 你进去吧 知道了 你怎么才回来啊 我等了你两个小时了 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就到家门口了 你可真回顾 快吃饭吧 我不饿 你自己吃吧 你怎么了 病了 没事 我就是累 行 你腌吃吧 我先睡了 没事 没事 我来 我来 坐 坐 一会儿就开饭 你这样不行啊 你得出去溜达溜达呀 没出去啊 空气可好了 你知道我今天看着什么了 花 花开了 迎春花开了 那呀你知道迎春花开了代表什么吗 冬天过去了 春天来了 我还看见那个白玉兰吧那是 花孤兔都出来了 这么大个儿 你知道白玉兰开了代表什么吗 你 你知道桃花开了代表什么吗 姓花还都 谢谢你啊不通 谢谢你 哎 也没有什么谢不谢的 我们两口子就是说什么呢 希望你好起来 你不能老是这样 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咱们都很年轻 你觉得呢 吃早饭 我 我不吃了 不饿啊 这吃早饭怎么行啊 这胃不好 乖乖乖乖 不不不 以后来的鱼 公司那客户等着我呢 我就马上走 陈昂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啊 没什么事啊 这不单位嘛 客户等着我呢 着急又赶紧走 你从昨天晚上回来 就奇奇怪怪的 真没什么事 陈昂 咱没钱也能结婚 我知道 陈昂 我懂你了 你说这话我信他感动 可我觉得吧 这男的没钱 没权利嫌我 想在别人煽情了 我赶紧走 等着我啊 你自己吃吧 来 等着我胜利开胸的消息吧 啦啦啦啦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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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 感谢观看 你们都不了解她 张花对我特别好 她可爱我了 她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向我证明 她是有能力的 我爸爸一直都不是很看好的 不过也好 她得到了她应得的下场 妹妹 本来这是你的家事 我不堪参忽的 但是我觉得 不管谁对谁错 那样是把最年轻的青春献给你爸 你这样做 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有什么不公平的 对我就公平了 我没有爸爸了 没有张花 我们的孩子也没有了 我现在连家都没有了 她失去点什么 虚弱青春 我有钱 我就不应该被同情 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都过去了 我会等张花出来的 等她出来了 我再回来 再来找你 你能出来工作 我很高兴 我一直认为 女人呢 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事业 经济独立了 精神才能独立 孙董说得很对 其实这次来找您 我就是想重新开始生活 我想靠我自己的能力 去做点什么事 那 你能做点什么呢 我大学的时候 学的就是设计的专业 嫁给老顾之后 我开了一家自己的画廊 所以 在欣赏和品鉴方面 我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在时尚圈里 我也有许多的朋友 他们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所以 我觉得 在公司以后的设计和宣传方面 他们会给予我们一定的帮助 好啊 这样吧 你来公司 主张设计怎么样 谢谢您 来来来 喝茶 等会儿 慢走啊 拜拜 慢走 慢走 我能干吗呀 店里忙着呢 陈昂 我哪知道他在哪儿 我没情绪 又有什么情绪 我给他回去做饭 你没事吧 他这么大人就饿不死 我没有 我吃就挺好的 喂 喂 许杰 姐 广播叫你 许杰 在家里啊 我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涮羊肉 羊肉片已经三十五亿斤了 又涨了 我买了两斤 应该够你吃的了 许杰 你一定要没有啊 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 就没有你 是常跟你求婚吗 如果没有你 知道我的人是 谁是那个唯一 如果没有你 谁将成为我的指路叮噹 如果没有你 我的心灵和肉体不知会 要是哪里 喂 叔叔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尝一下许杰求婚了 我并不完美 离你的要求有十万八千 我没有你前任男友郭金 也没有你前前任男友帅子 许杰 许杰 但我有一颗能承受你 不一曲的呼呼呼呼一呼 肆无忌惮任你散得你的爱你的心 我明白烙牙手里 我会经常被骂 被厚被揉烈 但我要大声的欺负 我愿意 许杰 我决定 把我的卡 许杰 票 基金 汽车 还有我的外债 所有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 我全给你 许杰你听见没有 明白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破火破的这个这个人呢 他把命运放在这儿 然后给我留了五十块钱 他就走了 走了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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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吗 干吗 你在 你别告诉我你在跟我求婚啊 这哪有那么多事啊 跟你求婚怎么了 有什么了不起 你就怎么跟我求婚啊 你就选这地儿啊 煮我晚餐呢 花儿呢 再见呢 所有的朋友你就跟我求婚啊 你把我当什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哪个孟静远 我是你老板 真的 太好了 你要去孟静远上班啊 那你做什么呢 副总经理 对了 小松 谢谢这几天你们俩照顾我 我只要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 我就找地方搬出去 没事 没事 你别那么客气 那走吧 您 是吧 照着点无头啊 对对对 走吧 走吧 快走吧 哪个 这个是无线上网卡 这个才是优牌 走走走 快快快 我拿扣 这儿 这儿 走了 走了 那你可以跟我一道啊 注意安全 我知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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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开会 首先给大家呢介绍一位新同事 纳阳 担任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 纳总主要的工作呢 是带着我们的设计部 拓展私人高级珠宝顶制 打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来 纳总 您来说两句吧 好 虽然大家都认识我 但是对于孟金元来说 我还是一名新人 所以希望今后的工作上面 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这第二件事呢 首先要夸奖一下我们的梧桐 自从乔纳带了梧桐设计的首饰之后呢 我们公司颇受瞩目 现在呢已经接到了几十个 首饰的订单 都是来自明星大阪 所以公司决定 胜任梧桐为设计部经理 来 大家给他鼓掌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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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讨计 快下来 姥姥腰不好 来 下来 姥姥给你拿巧 可以 豆丢 那别人给他拿了 来 拿着 姥姥又不是外人 拿着吧 快谢谢姥姥 谢谢姥姥 不客气 看看 姥姥比舅妈还好 因为就那儿给的唐妈妈 不让吃 说我坏牙 姥姥给的唐妈妈 才让吃 为什么 老一会儿不给你胖吃 上次包红那事 多亏了你 这还您的钱 我的钱照我什么急 你先把外人的钱还了 等你手宽裕了 你再还给我 外面都还得差不多 多了 真的 还得差不多了 不是 那你陈昂的那个钱 就还了吗 没事 陈昂那个你甭管了 我跟武童 我们想办法 先垫上 这个 你先拿着吧 是吧 姐 你先拿着嘛 你先拿着 你看那 那行 那 那我就先收着 等你再需要的时候 再从我这儿拿 通过这事吧 我现在才知道 什么叫一家人 真正的一家人就是 暴风雨来的时候 大家能相互搀扶一把 您说是吧 是是是 是是 要不怎么说是一家人啊 你看武童嘛 现在在他们那个行业里啊 越干越好 等他将来挣了大钱 那他们买个大房子 那就不愁了 要不怎么说 我们家小葱是傻人 修了傻服了 我傻吗 我一点都不傻 唐唐 我傻不傻 是 心里面说你不傻 但是我爸妈说你傻 我可没说啊 唐唐 这孩子你看他 他们怎么说了吗 太对了 不傻 什么不傻 一百个 一千无数 三百六十个不傻 是的 我跟你说一事 什么 被纳阳你知道吧 他跟顾总那么多年了 顾总死了 没给他留一分钱 全给他女儿的 最后就留给他一个董事 这大好轻车都浪费了 你个老红神 就是啊 还跟我们一样 天天在上班 这女的这一轻轻 何苦当初呢 你说 就是 差这一生算是悔了 真是 这是我们设计部 这个月接到的一个 私人盯着的单子 可能你看一看 会对你有用处 然后呢 你有什么不知道 你就来问我 这屋子里缺什么 你就跟我说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没事就好 还是你出来乍到的 你别看你这位置 你好多东西都不明白 要整明白不容易 我知道 你 吴童 你那个材料看了吗 看了 加油啊 这是乔娜给咱们公司的请帖 她结婚了 不是 她邀请咱们呢 去参加的派对 这在咱们公司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参加呢 都是社会名流 包括Coco在内 Coco Coco 她现在的身价可是水涨船高 在国内的知名度比乔娜还高呢 乔娜的意思呢 是想在派对上 把Coco介绍给梧桐 我有个老婆 你想什么呢 Coco我想定制一双手制 去那个刚刚电影界 那我下班就去 不是不是不是 行 嗯 你这衣服可不行啊 我还得体一点的 公司也行 派对就不行 挺好的 谁是老板 那我去趟动物园 你到那儿好好说话啊 好 行 那总你先忙吧 好